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一醒來 很多人呢 很驚醒喔 像這個是今天早上文化大氣系的教授傳給我的 這個呢 就是有名的沙茂山 他們在楊蜜山的中山樓的時候往下拍 你看這個沙茂山呢 幾乎是白了頭喔 你遠遠看這個還蠻有這個像日本喔 如果拍富士山的一種感覺 的確喔 今天這個很多人的這一輩子都還沒有看過這個影像 不過呢 其實冷來說的話 以前呢 還有更冷過 但是呢 甚至還有在南部還有下雪過 但是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有這麼好的方便可以拍這個 拍照 所以各位覺得就很新奇 但是事實上呢 從紀錄上來看的話 這次的冷 範圍或各方面的幾十年來的確是沒有遇過 但是長期來看的話 以前台灣還有遇過更冷過啦 未來呢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這次的冷呢 就是這個極端值 所以這兩天請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晚上明天氣冷還是很低溫 接下來呢 到了禮拜 二禮拜三就明顯拉回來 拉到這個 十幾度的一個溫度的一個幅度了 請大家多留意 只不過留意的就是說 降雨的機會呢 在禮拜三之後會明顯增多 整個全台灣就面臨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改變 那這次為什麼那麼低溫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有水氣啦 我們待會看雲圖 另外一個呢 就是北邊的這個高壓 你看這個高壓就是密密麻將過來 而且高壓的這個極端值呢 是 1092百帕 我們學氣象呢 我學了那麼多 一般的高壓呢 像這個1064就已經很高了 可是沒有想到會有一個1092的數值 我看了也嚇了一跳 這個是我們其實 真的很難遇到過這麼強的一個高壓的一個數值 高壓一強 冷空氣當然就越強 那加上有這樣的一個水氣 那加上這個通常呢 冷空氣來的時候呢 是 下面比較低的一層 一公里左右的冷空氣先來 然後慢慢中層高層慢慢的往下倒 所以從北到南 這個時間點不大一樣喔 那各位大多數在平地看到的 或是比較低維度兩三百公尺看到的 都是一種線啦 那個真的還不是雪 不過看了就是 覺得就是很 沒有看過就覺得很特別啦 現在的情況呢 其實是慢慢的在轉乾當中 像昨天的這個水氣真的還蠻多的 現在你看 已經少了很多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情況 到了這個明天清晨 其實就要特別注意的 水氣呢 應該就會退卻 不過乾冷空氣就下來 那這次乾冷空氣呢 其實還好 因為整個中國東岸 被這次的高壓強風所吹的 所以 污染物濃度呢 老實說沒有很高啦 但是比我們台灣的標準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比較沒有什麼境外的來啦 沒有那麼大量 這樣的呢 要對我們來要注意要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 現在來說的話 溫度呢 應該還會持續的往下拉 拉到明天清晨 可能是三度 北部可能是三度 西半部可能是三度 請大家要嚴防明天早上低溫 特別還要加上輻射冷卻 那這種低溫來說的話 就很難去預測 那到了明天 其實整個這個乾冷空氣就會籠罩台灣 所以 明天應該可以看到太陽啦 只不過就是比較低溫一點點 那接下來呢 到禮拜二 好 其實就是慢慢回溫 到了禮拜三 其實各位來看 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其實這個南方的雲系呢 整個中國南方的雲系 再從南方上來的雲系 就會慢慢開始接近 所以禮拜三禮拜四就會轉為 有水氣比較多 有震雨冷卻氣 這時候溫度就開始明顯回溫了啦 我們看一下這個雲圖就看得很清楚 其實 這個呢 一階一階就是冷空氣的樣子 其實這次冷呢 在整個中國很凍 然後這個 日本 韓國都是整個都凍起來了 甚至美國呢 也凍起來了 這次真的是蠻明顯的 那雨呢 今天早上的這個雨 其實很多地方已經有明顯的雪的雪景啦 那未來情況呢 其實這個高壓還是很強 但是目前最強的情況呢 應該已經慢慢開始過了 那對台灣而言呢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 最強的 強冷的時候 那接下來呢 這個開始就高壓會慢慢的冬移 然後減弱 然後南方的水氣會開始上來 各位來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未來容易轉為有雨的天氣啦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週一週二 其實 就是典型東北風的天氣 乾冷空氣下來 就是冷了 但是白天會回溫 明天清晨 就是週一清晨要留意 真的很乾冷 低溫要注意一下 那週三週四呢 就容易轉為有雨的天氣 那這時候東半部可能有些雨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天氣呢 在轉變當中了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最近的這個風真的很強 強勁的西北風 西北風 不是東北風的 地面是有一點偏西北風一直吹過來 然後預計呢 在這個禮拜二 禮拜三就會慢慢的減弱 明顯就開始回溫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溫度的部分就可以很清楚 週一的清晨呢 其實北部會稍微回溫 但是空旺地區呢 可能還是很低 所以我們暴到8到18度左右 白天其實會回溫啦 週二呢 冷空氣就會減弱 明顯的一個回溫 那週三 週四 週五 其實就回到前一陣子 涼涼的一個天氣形態 所以這個不大一樣啦 所以也特別建議你喔 其實這個低溫 其實對台灣來說的話 十五度以下 對很多年長者都是一個考驗 那這一次 更何況一下子拉到 三到五度的溫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注意家裡面 年長者的健康 多關心一下 幫他涼涼血壓 多注意他的一個健康狀況 請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那另外呢 南部呢 也是如此喔 其實這次南部朋友應該都感受到好冷喔 很多的遇寒衣物都不夠 其實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對南部來說的話 明天後天還是相對的比較低溫 只不過南部白天的回溫呢 可能會比較多一些些 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空旺地區跟都會地區不大一樣 我們最後給大家很建議 今天晚上開始轉乾冷了喔 那深夜到明天清晨 溫度還會繼續降喔 空旺地區的低溫 可能會下看三到五度 請大家都注意了喔 三到五度是真的很低喔 感覺上其實是 幾乎是比冰箱還要再冷喔 那明天開始呢 竹部開始回溫 桌山開始 水氣開始就會增多 那特別請大家喔 冷呢 不是說冷才會生病 或是冷呢 才有些疾病才會發生 通常會有一個 落差喔 會晚個一兩天 所以無論如何 請大家呢 多注意 身邊朋友的 或是家人的健康喔 現在已經不是老年人 容易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年輕人喔 中壯年都有 所以特別請大家這兩天呢 多關心一下家人喔 量個血壓 注意一下他的這個臉色氣色 請大家真的要多注意一下 那請大家 rinse With the